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马赖事件,拿破仑三世不安了。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师马赖在广西西林县出事了。 也不知中国人咋翻译的,反正这名字给人一看就不像个豪鸟,容易对中国孩子形成误导。 虽然有人把他一座马奥斯钉或者马奥斯多,让人感觉这才像个法国人民,但是中国人习惯称人为赖了,所以咱就习惯性地赖下去吧。 1853年,马赖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受苦受难的全球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民。 澳门的教会组织派他到广西工作,当然,他是地下传教,因为黄浦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五处通商口岸活动,进入内地传教,那就犯了天朝法令了。 只不过,黄浦条约特别规定,一旦有法国人违禁,听凭中国官查拿,但是查拿之后,要就近接送法国领事收管,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国人。 有这么一条保护,所以马赖摩也不听,他从贵州路过时,当地两名中国教徒称了他的跟班。 这两名跟班,一个叫白小满,据说是老教徒了,一个叫曹贵,又名曹素云,曹二娘,是个二十岁的小寡妇,前辈奉教,所以更是老教徒了。 三个人结伴来到广西西林县传教,众所周知,祖力是很大的。 直到今天,传统伦理气息浓厚的乡村还对基督教徒看不惯。 举个例子,基督教徒不败祖先,但中国人敬宗爱祖。 中国人过年给祖力长辈叩头时,面对的是对方八仙桌上的祖宗牌位。 中国的基督徒过年也给人叩头,但是他对着主人叩头。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死了,才会面临被人正对着直接叩头的待遇。 一句话,对着人叩头,意味着人在棺材里挺尸呢。 总之,冲突大了。 于是乎,被他们忽悠入教的人,肯定被乡民们视作流氓无赖。 这些中外教徒又不分男女的聚会,肯定会被奉行男女授受不亲之骨训的乡民们想象为流氓开会。 现在的某些学者,干脆对他们简单地概括为强乳奸吟,无恶不作。 这样概括,既是对宗教的侮辱,也是对教民的侮辱。 按我的认识,这些教徒既使不作恶,仅是按天主教的规矩来,民分就足够大的,根本用不着他们作恶,冲突就会不断的。 不过,西陵县的百姓民分再大,也还是通过了他们的支县黄德明。 这支县比较理智,1855年夏天,派兵永把马赖传到了县衙,劝他离开。 马赖离开了,可是冬天又回来了,群众更愤怒了。 1856年初,黄德明调任,新任支县张明峰到岗。 这家伙有些二百五,先是警告马赖,后是下令逮捕马赖。 1856年2月24日,马赖与中国籍教徒中的25名骨干一块被逮,审判三天后,白小满被杀头。 马赖与曹贵在战龙中战死,以说先战后战。 所谓的战龙,这里需要交代几句,战龙又称李家,是家号的一种高级形式,新朝时开始正式作为法律承执手段。 他是一种特制的木龙,上端是家,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悬在于抽取转的多少。 有的死刑犯,会被如此势众三天后论斩,有的呢,站着站着就站死了。 还有的受不得,自己把下面的砖踢翻,就可以像上吊一样,加速自己的死亡。 老残游记里,有个著名的所谓新官,山东曹州知府预先, 树立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十二个战龙便战死了两千多人。 按这数字,应该是笼子天天满,死人日日有了。 问题是,中国人可以忍受战龙,人家法国人不见得能忍啊。 别说这种高级战龙了,按照条约,你罚人家一个普通战都不行了。 这不明显地违反人权吗? 马赖死了,死得很中国特色,他穿着中国衣服,服的是中国特色的心法。 问题是,还有更可怕的,马赖死后,刽子手挖开了他的心脏。 法国的一家报纸居然传说,他们把神府的心脏煮着吃了。 这一传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都采信了, 所以他才在议会的辩论里,说什么一个可怜的法国教士, 经过三天拷打后,被吊死,他的心被刽子手吃了云云。 不管马赖的心是否被吃,也不管广西的刽子手是否喜欢这一口, 按马氏的说法,刽子手把马赖的心给狗吃了,不是自己吃了, 总之,马赖死了,这就够了。 我们的中学教材喜欢说,法国借口马赖事件侵略中国云云, 似乎法国政府不是真心保护其国民, 也不是真心履行其好不容易争来的保教权势的。 按自驾的常识,度量别国的政府, 除了显示自驾的无知与可怜之外, 其他啥也显不着。 所以,至少要善于藏桌, 别对着人家的游戏规则乱谈琴。 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抗议的, 是法国驻华代办科尔西, 1856年7月25日他引用黄浦条约召回叶明琛, 认为中方破坏条约要求, 第一,中国向法国做出有分量的赔偿, 第二,他根据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利益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赔偿, 第三,和叶明琛见面。 第二天,他又递交一份照会, 又提出一条, 请立即释放至如今上在压的中国教徒, 归还教徒们被勒索的财物。 随后,科尔西给法国的外交部写了信, 表示他对叶明琛的回复不抱任何希望。 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赔偿建议, 第一,西林之县革职充俊, 第二,钦差大臣基于正式照会告知上相处分业维执行, 第三,在清政府的底报上公布该相处分的上誉, 第四,清朝皇帝通与全国, 其他官员如果发生类似违约行为, 一律照此案处理。 科尔西对叶明琛不抱希望是对的, 就说他那个照会吧, 人命关天的是, 叶明琛7月25日收到, 8月20日才回复人家。 效率不够不说, 那态度也成问题, 他说,拜上帝乃天主教之别名, 就是由于五口通商传教, 即天主教迟禁, 才导致了太平叛乱。 好多基督徒都不是好人, 参与了太平叛乱。 关于马神府案件, 当他调查后再说, 关于两人会晤之事, 哎,忙啊, 没时间见面, 等以后闲了再说吧。 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 一听外国人要跟自己见面, 就借口说自己太忙。 这种滑稽, 也就大清官员能创造出来。 克尔西当然不满意, 频频书面召会, 并且威慑叶明琛, 不要忽视这种拒绝的后果。 但是叶明琛怕什么后果呀? 会说, 广西离广东太远了, 调查结果不能很快就到, 不要激动, 要耐心等待云云。 法方的耐心, 当然是有限的,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早就恼了。 说到这里, 咱得简单介绍一下 拿破仑三世。 他是法国那个神话皇帝 拿破仑仪式的者, 不过能力方面 远不如自己的前辈罢了。 1848年, 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 推翻了1830年七月上台的 七月王朝, 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消息传出, 举欧震惊, 当年拿破仑仪式横扫整个欧洲的记忆涌上他们的心头。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 对正在宫廷跳舞的军官们高喊, 先生们, 背马吧! 法国宣布共和了, 法国确实走向共和了。 而且, 共和的果子被拿破仑的哲禄裔拿破仑波拿巴摘走。 1848年12月, 他在选举中出人意料的获胜, 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 他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投票前夕, 农民间传着这样一则手机短信, 假使你们希望流氓当总统, 那么你们就应委任拉斯帕伊, 假使你们要一个坏蛋, 那么你们就选来得律洛兰, 假如你们赞成阴谋诡计诡花样, 那就任用卡芬雅克。 如果希望一个好人做总统, 那就选举路易波拿巴, 法国著名政客兼历史学家提依尔, 当时对路易波拿巴参选的评价是, 这是一个蠢货, 他将任人摆布。 结果, 这么一个蠢货摆布着众多选民, 做了法国的总统。 这总统处处表现自己的亲民, 祸乱病流行时, 他到医院看望病人, 是否拉着病人的手流泪不太清楚, 没见到过有关照片。 他到街上, 为问女商贩及摆摊女们, 这些法国小妇人是否会为总统的亲善, 而当场发出尖叫, 甚至晕倒也不太清楚。 他公开宣布自己的朋友不在宫廷, 不在镀镜的天花板之下, 而是在茅舍、作坊和田野之中。 哪些野农夫是否会因为这宣布而感激涕零? 也不太清楚。 我们只清楚, 1851年12月2日凌晨, 路易波拿巴模仿前辈, 他大爷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 居然成功了, 于是开始了军事独裁。 一年之后, 1852年12月2日, 路易波拿巴再次政变, 飞出共和, 成立帝国, 始称第二帝国, 自己当了皇帝, 号称拿破仑第三, 居然也成功了。 做了皇帝的小拿破仑, 总得有个皇帝的样子。 政变方面, 甚至政变时间的选择方面, 都模仿前辈, 宝教方面, 当然也要模仿前辈, 努力争取宝教权。 从15世纪开始, 葡萄牙是享有远东地区天主教保护权的唯一国家, 这是由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罗马教廷决定的。 到了18世纪末叶, 他的海外霸权示威, 代之而起的是英法美等国家。 英美流行基督心教, 只有法国流行天主教, 所以法国成为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最大对手。 拿破仑三世的前辈, 拿破仑一世当年在位时, 一是大力扶持国内的天主教势力, 二是对东方的传教师也特别关注。 当然, 他的这种关注与知识更多的并不是出于他的宗教热情, 而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 这个柯西加神人给他弟弟吕西安说过, 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 精明的征服者是从不同神父吵架的, 可以击迫使他们又利用他们。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的皇帝加冕一世都请来了颤巍巍的罗马教皇庇护其事。 当可怜的老头拿着沉重的皇冠 往拿破仑头上扣时, 这一家伙从脚皇手中拨过了皇冠, 自己给自己扣头上了, 接着又拿开奉冠, 给皇后约瑟芬扣到了头上。 这一家伙的两个动作不外两个意思, 第一, 这皇冠是我挣来的, 不是你教皇给的, 我只不过借你的手与面子用用而已。 第二, 这奉冠是我给皇后的, 我有权给她, 也就有权没收她。 当然她也不是白戒, 她想尽些义务, 天主教的海外保护权, 她还是要争取的。 拿破仑仪式短暂的官辉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法国的保教师爷则蒸蒸日上。 1834年, 罗马教皇格里高里十六世, 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护者的义务为由, 颁布教育, 取消了他的保护权。 虽然葡萄牙拒不受命, 但法国还在努力。 1838年, 教皇取消了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 把北京教区的主教座位给了法国人。 1846年, 法国与中国签订黄浦条约, 条约之内, 争取到了外国传教士在五口的自由活动。 条约之外, 额外争取到了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迟劲。 特别是后者, 更多地体现了法国对于其保教权的努力与贡献。 当然了, 法国传教士认为这些远远不够, 之前他们就对政府这样叫唤, 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 不惜花费巨款, 派遣舰队和军队, 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 岂非轻而易举? 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 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 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 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 残杀, 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拿破仑三世既要继承前辈的宗教传统, 又要尊重法国内部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扩张情绪, 更要体现他作为皇上的能力, 所以, 马赖事件一出, 法国天主教徒被激怒, 他很不安。 说句不客气的, 假设马赖不是法国人, 而是别国人, 只要他是天主教徒, 法国就有保护他的义务, 甚至中国籍的天主教徒, 法国政府也有义务对他们伸出保护之手, 只要他的能力能达到, 只要他需要, 他就会出面的。 所以, 所谓的借口云云, 都是中国式的想当然, 因为中国侨民在海外受人欺负, 中国政府不但不会保护他们, 还会骂他们, 为流氓无赖, 甚至早已取消他们国籍了呢。 所以, 中国百姓可怜就可怜在这里, 打死他们也想不通, 一个政府居然会为了一个小民, 而心兵动割。 不安的拿破仑三世, 对他的外交部发出了指示, 天主教受到了迫害, 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 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 法国外长瓦尔斯基, 对驻华代班克尔西强调, 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 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 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 英法两国从1854年3月开始, 联手对俄罗斯作战, 1855年9月战败俄罗斯, 1856年3月与俄国签署巴黎合约正式结束战争, 史称克里米亚战争。 上次合作愉快, 这次清华合作当然一拍几乎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杂音, 比如英国国内有人叫唤, 对华战争还是单干好, 有人认为, 让法国来帮忙丢英国的面子, 有人说, 再就是枪炮足以对付中国人士, 咱们携带有最新式的亚姆斯特龙炮, 免费表演给法国看, 是不是太亏呢? 有人怀疑, 法国要派一个庞大的远征军来, 那是他们这会儿太闲了, 想来中国娱乐呢? 有人说, 法国对中国土地有野心, 且要求赔款的时候, 根本不考虑中国的承受能力。 总之, 杂音是有的, 英法也各自怀着自己的鬼胎, 但是在对付中国方面, 双方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于是他们就连上手了, 那么美俄啥意思呢?